小辈的涂鸦最丑 一百分 好耶 熊妹的涂鸦也很丑 八十分 太好了 小辈姐姐和熊妹涂得乱七八糟 分数还那么高 那我肯定是一百分了 小雪 零分 你看你涂的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可能 为什么零分啊老师 明明是我涂的最好看 小雪 你好好看清楚 我们这次的比赛 是最丑涂鸦大赛 不是说的是最美涂鸦比赛吗 小雪 你还没睡醒呢吧 这你都能搞错 对啊小雪 你也太笨了 好了同学们 一会儿我们开始第二轮比赛 最丑比赛 那我要给我的石像 裤上黄色的颜色 再穿上橄子的衣服 对了 还有头发 这下就完成了 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东西 我想起来了 再投一个绿色的口红 这下我的石像一定是一百分 这次的最美涂鸦比赛 我宣布第一名是小雪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是最美涂鸦比赛 不是最丑涂鸦比赛吗 小雪小辈熊妹 这次的规则变了 这一局不是最丑涂鸦比赛 变成了最美涂鸦比赛 什么 我也太倒霉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明我给我的石像打扮得很丑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漂亮 那这个涂鸦冠军 这一局勋章就给小雪了 不可以老师 对啊老师 不可以 它都不是小雪做的 什么 那这是怎么回事 老师 这确实不是我涂鸦的 我以为是最丑涂鸦比赛的 然后就给我的石像涂得很丑 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来的时候 我的石像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怎么会这么奇怪 那我来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下我的石像一定是一百分 小雪怎么给他的石像涂得这么丑 这样他肯定得第一了 行 我得想个办法 我可不能让小雪拿第一名 嘿嘿 我知道了 不涂 不涂 这一下第一肯定就是我小辈的了 走喽 让我来看看 小雪的石像涂得怎么样了 什么 小雪的石像怎么涂得这么好看 不行 那我不是要当最后一名了 不可以不可以 看我的 我再来涂点颜色 给小雪的石像涂成最漂亮的 这样我就不会是最后一名了 不涂 好 太好了 等一下 这可以放心去玩了 小辈姐姐熊妹 原来我的石像变成这样 是你们做的 我 我 原来就是我和熊妹改了小雪的石像 小雪才获得了第一名 小辈熊妹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偷偷改小雪的石像 我要惩罚你们 对不起 小雪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不会再这么做了 我也知道错了 老师 你不要惩罚我们啊 我们下次不会这么做了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应该惩罚小辈和熊妹吗 快发送你们的意义 写完作业可以睡觉了 快 我的作业呢 作业呢 作业难不成 还会脚腿跑掉啊 熊妹 你的作业呢 丢了 不将作业还迟到 明天再不见到你的作业 你就放学把作业写完 交给我再走 早上一直找作业 结果不仅没找到 小雪还知道了 熊妹 你昨天就说作业丢了 前天丢了 大前天也丢了 你不信作业找的借口 连我都不信 真的是作业丢了 可惜我家没有钱 不过然 我一定要给你看看 熊妹 这是你的作业吧 没错 不过就是前天丢的作业 小雪还在哪找到的 在我家的冰箱里 我的作业 怎么会在你家的冰箱里 我也不知道 熊妹 你为什么要把作业 放进我家的洗衣机里 我妈妈超点就把你的作业 和衣服一起洗掉了 这是我大前天丢的作业 我才没有把作业 放进你家洗衣机呢 不过是你放的是谁放的 我也不知道 不过 前天大前天丢的作业 找到了 昨天和今天丢的作业在哪里 看着我们帮你一起找吧 熊妹 你有什么线索吗 一点也没有 我每次喜欢作业就放在桌上 第二天早上 却会发现作业不见了 你是不是没关窗户 作业被风吹走了 半天里没有窗户 不会是有人趁你睡觉 把你的作业拿走了吧 拿我的作业干什么 童话王国没人会想干 那总不会是作业自己 张腿跑了 我看 就是熊妹自己乱丢乱放 结果忘记了才找不到 我才没有这么出现呢 我们还是找小精灵 去回家之间看看吧 找作业 好吧 我帮你们看看 我哈一枝的蛋糕真好吃 小精灵 我一直就坏了吧 我怎么可能自己把作业帮你冰箱 当然不坏 不许你再看一看 我没有洗衣液了 去找大把猫要的洗衣液 小麦 原来就是你自己把作业扔进洗衣机的 我想起来了 你在我家黑骨质把衣服弄脏了 我妈妈让你把衣服放进洗衣机 你一定是那时候顺手把作业也扔进去了 好吧 那我另外两份作业在哪里 你昨天丢的作业在你家的厕所里 今天丢的作业在黑暗魔王的床底下 怎么会这样 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我们快去找作业吧 他们绝对想不到 是我又模仿 让小妹的作业整体跑掉的 小精灵 我都听到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本来就丢三辣四的 上次还把我最喜欢的精灵徽章弄丢了 我要捉弄你一下 让大家都知道 你是个乱丢乱放的人 我啊 小精灵 我知道错了 我一定会感到这个坏毛病的 我现在就去把你的精灵徽章找回来 那好吧 我原谅你了 我捉弄你也不对 我会告诉老师他们 是我在捉弄你 啊 大家也要小心保管自己的东西 不要 我要绊绊逃 给你 我要光串钱 给你 我要新款游戏机 给你 大家怎么都在问葫芦有东西 好奇怪啊 我也是试试 小葫芦 我要登陋大陆卡片 不符合学分 警告警告 你是卧底与亲 我在哪里 原来你是卧底 不是我 我不是卧底 来走 不能让卧底留着 你们相信我 我不是卧底 别抓我 国王陛下 我们抓住了一个卧底 我不是卧底 我是小雪啊 大方熊妹小辈姐姐 你们怎么都不认识我了 杨得逐出王国 不要啊 我不是卧底 等等 国王 你怎么变成葫芦了 我是这里的国王 当然是葫芦了 所有人都知道 就你不知道 你还说你不是卧底 不可能 童话王国的国王 是我爸爸 怎么会是一个葫芦 什么童话王国 这里是葫芦王国 不可能 这里明明就是童话王国 我的朋友们都在这里 这里就是葫芦王国 你爱信不信 来人啊 把这个卧底 你驱逐出葫芦王国 你驱逐出葫芦王国 不要 这里是哪里 我要回葫芦王国 谁能来救救我 有了 我喊小金鸣 小金鸣 小金鸣 快来救救我 别喊了 小金鸣听不到的 这里是被遗弃的地方 只有被遗弃的人才会来 我不想在这里 你能带我出去吗 我如果能出去 那你就见不到我了 难道 我只能待在这里了吗 我好想有你大宝小贝 我好想妈妈 我好想回家 小姑娘 看你这么可怜 我又不忍心让你在这里 这样吧 我这里有一颗 真诚之花的种子 只要十个金鸣 我会累水卖给你吧 我要它做什么 在这个被遗弃的地方 无论你怎么呼喊 别人都是听不到的 真诚之花 却可以让它们听到 可是啊 这花很难看 只有怀着最真诚的新交官 真诚之花才会开放 原来是这样 谢谢你 给你十个金饼 太好了 凭想到这小姑娘还真心了 十一个金饼 倒手 快快快看 我要回家找妈妈 小姑娘 别伤心 种不出来也是 哪泥 花开了 谢谢你 小精灵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小雪 你怎么在这里 大家都找了你好久了 这是说来话长 我们先回去吧 好 传宿魔法 是小雪 小雪 你去哪里了 爸爸好担心啊 是这样的 你不小心去了葫芦玩馆 那里都是葫芦 而且很排外 难怪你会被驱逐 可是 怎么解释那里有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人呢 那几个应该是迷惯葫芦 能够让人产生冠决 天子兰好可怕 我一直把他们当好朋友 幸好我回来了 对 小雪 回来就好 小朋友们遇到事情 合成斗罗人物 关键词 小兔子 小兔子是小武的武官 那就要出和小武相关的 我吃胡萝卜 我吃兔矮朵 出发的转 这可是小武的招牌技能 超级厉害 我吃漫画面 小武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发型 合成成功 小武 我最初来的小武 下一个关键词 炉花鸡 我知道 炉花鸡是马红菌的武官 我们要合成马红菌 我出火凤花 我吃火焰 我出马红菌的技能 凤凰天翼 哎呀 我本来想出凤凰天翼的 因为我只知道一个凤凰天翼 和马红菌相关的还有什么 小雪 小好处出什么了吗 我 我吃汉堡 因为大家都喜欢吃汉堡 马红菌也一定喜欢 错误 合成失败 汉堡不是马红菌专属的 小雪淘汰 嗨 容易有人淘汰了 我不是等了好久的 但可可 该你出卡片了 那个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她了 我出发成香 合成成功 下一个 关键词 除虚 我知道我知道 除虚就是食物喜欢食的代母词 奥斯卡就是食物喜欢食 我出香肠 她的香肠 可是用自己的环境做出来的 我出竹子嘛 那我出 你有容容 奥斯卡号是吗 对了 奥斯卡的封号是竹神 我出竹神 合成去吧 小贝卡片错误 怎么可能错呢 我知道了 是食神 封号是食神 合成成功 游戏继续 下一个 关键词 唐门 唐门的创始人是唐三 我们就合成唐三吧 我出暴力梨花针 我可以去喝唐三了 那我就出小五吧 小贝 你这是太好玩了 那我出高天薯 唐三好有什么特点啊 我想不起来了 合成唐三 我应该出什么呀 惨了 我要被淘汰了 你们谁都不许把电影调讽我 容易的都被大家出完了 我猜 你们肯定也不知道出什么 啊 大宝竟然不知道出什么 难道我们合不成唐三了吗 大家知道应该出什么吗 知道的话 喜欢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大宝宝 喜欢今天的视频 就点个赞关注一下吧